头条来关心搜尤风暴延烧名除阿基师下跪了 阿基师先前说如果他代言的牛头牌红葱肉燥出问题 他就要下跪道歉 没想到现在这款红葱肉燥呢 极有可能也用到了黑心油 虽然人在对岸 不过阿基师他说到做到 刚刚在上海下跪道歉 说话算话 人在上海机场的阿基师 一听说自己代言的牛头牌红葱肉燥 疑似中标 立刻跪地道歉 被黑心油扫到 阿基师认了 说自己没有怨言 这么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 阿基师没有任何怨言 我不会推脱 不能够因为这么样一点点的小不幸 然后就说 这个台湾到底怎么了 其实台湾还是很棒 希望大家总是有那么一个 小挫折了 大家就当成给自己学习吧 还给民众加油打气 阿基师代言的这款牛头牌红葱肉燥 用的是全筒的香醇猪油 现在全筒油品被查出原料都向香港进口 到底有没有掺到工业用有孩子茶 现在全面下架 上午台湾是卫生局机茶牛头牌工厂 封存105桶全筒香醇猪油 但821桶的黑心油品早就流入市面 面对所有风暴 代言人还下跪负责 业者说对阿基师真的很抱歉 真的是要道歉 应该是由我们厂商来道歉 不应该牵扯到阿基师 食品大厂牛头牌逃不过 代言民厨惨招持余之殃 但真正残害民众健康的责任 到底该谁来扛 记者郑一轩王少宇综合报道